底部选股的九大秘籍 一、选择价格已经远远低于其历史成交秘籍区和近期的套牢盘成交秘籍区的个股 二、选择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升幅下调后 价格远离三十日平均线,乖离率偏差较大的个股 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参考移动成本分布 当移动成本分布中的获利盘小于三十,要将该股定为重点关注对象 四、涨时重视、跌时重置 在熊市末期或刚刚向流市转化期间 选股时要关注个股业绩是否优良、是否具有成长性等基本面因素 五、选择具有丰富题材的个股 例如拥有实施高比例送转题材的次新小盘股 六、通过技术指标选股时 不能仅仅选择日线指标探底成功的股票 而要重点选择日线指标和周线指标 日线指标同步探底成功的股票 这类个股构筑的底部往往是历史性的底部 七、从成销量分析 股价见底前夕 成销量往往持续低迷 当大势走稳之际 则要根据盘面的变化 选择成销量温和放大的活跃品种 八、从形态上分析 在底部区域要选择长期低迷 底部形态构处时间长 形态明朗的个股 九、从个股动向分析 大盘处于底部区域时 要特别关注个股中的先行指标 对于先于大盘起稳 先于大盘启动 先于大盘放量的个股 要密切跟踪观察 未来行情中的主流热点 往往在这类股票中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 在底部区域 选股买入时 还要巧妙应用相反理论 股评反复强调的底部 和大多数投资者都认可的底部 往往仅仅只是一处阶段性底部 这时不要完全满仓或重仓介入 而且还要注意及时获利了结